最近扬州戳藻上的冷门更是有非移籍戳藻的称号 为什么戳藻这么受大众欢迎呢 其实除了戳藻记忆娴熟能让人干净疏爽之外 这和戳藻文化有莫大的关系 戳藻在古代的时候叫做沐浴 而我们经常会听到沐浴更衣这个词 意思就是洗头洗身子 在古人迎来重要的日子的时候 一般都会要沐浴更衣 可见沐浴的重要性 沐浴在殷商时代早已经出现 距离现在已经有3000多年 在春秋时期的时候 很早就有人开始用专门的设备洗澡 不过澡堂子的行程应该是在宋代的时候 宋代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 所以就迎来了沐浴文化的大爆发 公共浴室成了大家喜爱的去处之一 大文豪苏氏也曾写过戳藻词 亲手亲手居士本来无垢 这里写的正是苏东坡前往澡堂子之内 享受澡堂子师傅戳藻 奈何师傅手劲太大 所以说要轻点轻点 我本来就没有什么误够 其实从这里我们就不难发现 古人也十分注意戳藻 而这个戳藻文化发展到如今 戳藻项目和记忆更是远超古代 自然喜欢戳藻的人也越来越多 今天事情春秋就说到这里 喜欢历史文化 欢迎关注与点赞